人生乃天下一大乐事 然而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挡婴儿 逐步迈向死亡的过程 在他的一生当中 无论他选择什么样的人生方向 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让他免于一死 俗话说 太阳渐行渐远 西山之阴影则渐行渐进 生命越是开展 死亡越是逼近 当婴儿成长为青少年 他仍然认为自己来日方长 这真是大错特错 不断地把事情延后再做 是愚蠢无知的 死亡可以在任何时刻降临 每一次呼吸 就更加趋近死亡一步 如同一只被领进屠宰场的动物 每走一步就离死亡越近 今生只有一次 来生则无可计数 切勿牺牲无数的来世 来追求今生虚幻的安乐 如果我们日复一日的忽视佛法的修持 在死亡的时刻 我们将二悔万分 而且为十一万 一个垂死之人 能够开始修行吗 当下即是现身于修行的时机 在死亡的时刻 修行的绝授 是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的事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 是世界性的生命大道场 弘扬佛陀所有正法 放生 护生 吃树 念佛 诵经 持咒 帮助贫穷 造佛像 造佛塔 各种正法的国际世界大道场 所以希望你也来参与 也更期望你来扶持 让这个国际世界大道场 能够弘扬佛陀正法 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 更感恩各位不断的护持跟关系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